首先第一場比賽 沙迦敏度國王面對達拉斯獨行俠 達拉斯獨行俠要讓7.5分 那大小分是221.5分 這個是我們在今天晚間5.10 最後在update的數據 有可能會變 但是基本上這個分差不會差到太多 達拉斯要讓到7.5分 也就是要贏到8分喔 贏到3波 蕭蕭怎麼看 這有可能會變動比較距離 因為我好像出門前看到東區區有可能不大 有可能好像是賽前決定 那這就有點賭 目前這盤是他會上場的盤 就差不多這樣 然後可能跳到8點 我這邊比較看好國王隊 因為我覺得不想把最後賭注賭在東區區 他會不會上場這邊 而且他傷的地方好像是腳趾吧 我覺得這個可大可小 最近打得不錯 我覺得他們可能會保守一點 或者是就算他上場也不太敢發力 或者 因為現在目前好像 布朗森跟丁丁打 他就給他們打 加上你剛剛說 國王隊要淘汰那個虎人隊嗎 我希望啦 看好戲 吃瓜 吃瓜群眾 現在贏球積極度應該會拿出來 所以我覺得讓7.5分是有點多 好 過去三次交手兩隊打了三場比賽 第一次交手是在去年2021年的10月31號 當時達巴斯在主場 潛艇好是在主場 105比99才贏6分 第二次交手呢是12月29號 跨年前當時呢是在 國王隊的主場在沙加緬度 當時呢國王隊贏球 95比94贏1分 第三次交手是最先一次是12月31號 但是也在三個月前 當時呢小牛隊是112比96贏16分 是三次交手唯一一次分差差到10分以上 前兩次交手的分差其實都很小 6分跟1分 國王隊也贏過 獨行俠也贏過 這個是在過去交手的紀錄 那再來呢其實我自己的觀察是 因為呢我在Fantasy上面呢 我有這個The Aaron Fox 我有The Bonus 這兩個都有 都有在不同隊 剛剛在兩個不同的聯盟當中 所以我就觀察到最近國王隊其實是蠻兇猛的 國王隊最近呢雖然在戰績上面 近10場大概是5成5成啦 大概是50%50% 可是呢國王隊在加入了The Bonus之後 其實在這個攻勢方面 其實變得是非常非常的流暢 而且比搶項好 比搶項好非常多 那時候就覺得會改善啊什麼進攻 結果真的他進來馬上就融入了 沒錯The Bonus其實加入到國王隊之後呢 本身他的得分跟籃板是沒有變的 可是呢他的助攻次數比過去 在六馬隊的時候助攻還多 他六馬隊場軍助攻好像是5點多一點點 但是呢到了國王隊之後呢 他的助攻次數呢就多了一次變成6次 所以助攻次數更多 常人的頂標那種 而且他的籃板球跟他的得分 都跟過去是維持一樣的數 馬上能用 馬上能用無縫接軌 完全是不需要銜接的 這個是他最新的狀況 但是呢他來了之後其實反而是釋放了一個人 叫The Aaron Fox Fox 差蠻多的啊 最近很兇猛 Fox 在今年賽季平均得分是22.1分 助攻是5.3 可是呢在Sabonis加入之後的9場比賽 近9戰平均得分26.4 助攻6.1 而且最近9場比賽 單場得分最低是20分 都是20分起跳30幾分這樣 所以表示其實好像Aaron Fox來了 Sabonis來了之後 跟Daren Fox兩個人其實配合的磨合度 其實是蠻不錯的 對就是內外都有重點 然後目前就是 他就顧後場 然後也可以發揮他的雙人位的角色 對 因為他有時候 德奔爆發力也是夠的 所以 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國王隊反正就是現在OI 連Tiresse Haley Burton都敢丟 真的是很有 天崩地裂 真的是很有告知 消息出來大家都傻眼 真的是傻眼 真的是不知道在操作 不知道在瞎操作什麼東西 但是 既然都已經 頭都洗下去了 好不好 就麻煩就是一定要打進 至少打進福家賽 所以他們現在全隊就是 降屍幽命就是 一定要打進福家賽 一定要打進福家賽 至少他們的這個信念來講 對對對 我們就賭他的信念一把 因為 這既然在交易都做了 那 除了Daren Fox之外呢 另外可以觀察一個指標式啊 當 Sabonis來了之後 有一個有趣的事情是 他在最近輸球跟贏球的比賽 當他們在碰到對方內線有常人的時候 他們其實輸球的比例比較高 他們最近在十場比賽 近十場比賽 他們輸給了誰 他們輸給了丹佛金塊兩次 然後輸給了 金塊太強 輸給了那個 那個誰 那個 Yokic 輸給了公牛隊 公牛隊有Vucic 那輸給了誰 輸給了牛二郎黃蜂隊 裡面有誰 Valentinos 這三個人都是白人的中鋒 所以事實上他們在面對 因為國王隊的問題在防守不在進攻 他們在面對對方 在攻堅能力 就是有常人攻堅能力的那種球隊 他們其實在防守上面其實很掙扎很欣賞 腳砂不要 肩膀不要窄一點 腳砂 support 本來就是能攻不能守 那但是呢 他們面對對方在進去沒有有威脅的常人的時候 都可以贏球 贏像 馬刺啦 贏 雷霆啦 這些球隊 這樣就是 內線比較戰力 攻擊力沒那麼強 對對對 其實從前兩次在看 12月9號跟12月31號其實也是一樣 在面對進去比較沒有高大常人 有威脅性攻擊性常人的時候 國王隊其實都可以看好 這個是 而且這個特點來 BONUS來之後 又更被放大 所以這是我們兩個同時預測 國王隊而且還被讓7.5分 要輸到8分 就是說輸到三波啦 輸個5、6分其實都還好 對 他們通常會稍微控制一下分差 拖時間嘛 大概都10分左右 如果在那時候的話 國王隊咬上來幾率就是比較高 好這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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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讓讓6分之後 過了6分之後 比如7、8、9、10分 通常我們是喜歡下 被讓分的那一分 對 因為什麼因為你 比如我們差10分 我讓7.5或讓8 那我們差10分對不對 好我差10分 但是最後一波可能剩15秒 我外線投一個 投一個3分9或投一個2分 就差從10分差8分跟7分了 對不對 好 你是贏球的那一邊 你拿球進來你會攻嗎 就是三萬啊 你就不會攻了 對不對 拖時間拖完 那我也不會去犯規了 所以最後的比分就動機在7、8分 就是順順的走過去 對 然後而且如果說比如差10分的時候 我在外面投機 基本上你不太會防守我 你就讓我投就好 投完之後就 你進就算了 對 沒有進也是算了 對 反正就拖時間 沒錯 你能進多少球 很難 沒錯 好這個是第一場比賽 我們大家看好的是這個國王隊 對上 獨行俠 我最近是非常需要這個勝場 我最近勝率已經跌破 已經跌破五成 我現在 我現在也叫做王不準 不要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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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二場比賽 7、6人 對上的是 邁阿密 熱火隊 目前呢 兩隊其實戰績都不錯 是東區第一、第二、還是第二、第三 兩隊戰績非常的接近 三、九、剩二、三的七、二人 對上目前好像是東區戰績最好的 六火隊 四十二勝二十二敗 這場比賽呢 兩隊基本上 在 預測的分差呢 一開始 所開出來 是幾乎是平點 對就是 一分 一分 目前看起來呢 在 五點前 傍晚五點前 最新update的數據是 七、六人隊呢 是被讓一分 邁阿密六火隊呢 是讓一分 大小分是220 蠻低的 防守大戰是可預期的 好 不過小偉 你會選 基本上 就是誰贏就贏了啦 大家選 七、六人吧 選七、六人 我今天早上有看 今天 MB的跟哈登 他們的攻擊慾望 普通 尤其是MB的 他之前都要強打 什麼的 比較耗損的 今天還好 就是 攻擊慾望普通 然後哈登也是 攻擊慾望普通 但還是贏球了 所以他們 有針對這個 背靠背比賽做一點準備 贏的不多啦 但還是贏的 因為他們其實感覺應該是主要要來抓對熱火隊這樣比賽 對就是 稍微保留啊 調度上啊 或者是攻擊方式模式上 因為還是有很多厲害的隊友啊 馬西超猛的啊 然後哈里斯啊 他們得分手都夠 對 防守組也夠 所以就順順的打 好 我們 我看的也是七、六人 那原因有好幾個 首先呢是七、六人隊 他們在明星賽過後 四戰全勝 這四場比賽呢 就哈登開始打了四場比賽 四戰全勝 而且呢 在這段期間 八場比賽 他們拿了七勝一敗 這是七、六人隊 那熱火隊近況也很好 在最近十二場比賽裡面呢 十勝兩敗 我們來看一下哈登喔 其實在加入了七、六人隊之後 對團隊帶來什麼樣子的改變 哈登加入之前呢 七、六人隊團隊啊 這場比賽只出手三十一次的三分線出手 而且只命中十一球 命中率呢 35.8 中段版 中段 但是哈登加入之後的四場比賽呢 七、六人隊三分線出手多了四次 而且呢代表這四次出手都命中喔 35.3-31就是4.2喔 等於說 我在哈登加入之後 每場比賽多出手四次 而且這四次出手 他都命中 所以他命中率上升到42.6% 這樣多十幾分耶 對啊 四顆就多十二分啦 對啊 所以這哈登加入之後 帶來的最大的改變 那 那這是對七、六人的利多 那之前我們也講一個故事嘛 這個七、六人隊的這個 球員啊 在哈登加入的第一場比賽非常的訝異 被嚇到 就是 球穿過來之後 哎唷 外面居然有空檔啊 就是之前 之前他打了好幾年 外面從來沒有居然空檔 做不太空檔 對 連球都不會過啊 就居然不習慣 這是要投籃嗎 還是怎麼沒有防守 所以為什麼他的 為什麼命中率會提升 是因為 哈登當他想打的時候 他真的是可以幫隊友 衝動很多的技術 你說當他想打的時候 想打的時候 之前是 哈登他就是工作 他就是工作道德不好的人啊 對對對 但是不管 球隊買你來 現在 你願意幫球隊拿冠軍 球隊就好了 反正他現在打得開心 又回去跟原來老闆 那個Mori相聚啦 對啊 回到老農家了 回到老老闆的身邊 所以打得很賣力啊 然後球隊確實是 也真的是一支贏球啊 贏的分數都很多 真的 有點那種 奪冠奪冠的那種感覺 有啊 有啊 氣勢很強啊 面對逆境的時候 然後 還是表現出 我能追上的表現 對 差很多 突然間他身體也不痛 腳也不痛 今天落後21分還可以贏 對啊 硬弄啦 而且他們看起來好像 蠻有自信的 就覺得我一定可以追上 我沒有判 對 就是硬打 反正我就是慢慢追 然後投了進投不進 投不進我就買犯規 慢慢弄 弄到贏 超厲害的 贏了不多贏6分 還差點被過盤 121比115 但是反正就是 逆轉就對了 很厲害 看好最近這股氣勢 其有人呢 可以帶到客場 在邁阿密 擊敗南灘的熱火 而且邁阿密 其實他有一些 利空的因素 傷兵太多了 傷兵多 Kyle Lowry呢 他目前還沒有回到球隊 但是 他的原因目前不明 我說是個人 他好像都知道 不知道是不是養傷還是什麼 Personal 不會養傷是養傷 Personal 這一季常掛這個原因 Personal其實有很多原因 包含比如你家人生病 媽媽 爸爸媽媽 可能就是要去醫院陪他們 小孩出生 特休之類的 之類的 都算是Personal 這樣子 那另外呢 Jimmy Butler 也有傷勢 但他每次都會上 他就是每天看起來都 要打不打 不知道在幹嘛 但是他就是比較不好說 可是他上場比賽 沒出賽 這場比賽沒出賽 他最近有沒有上 好像沒什麼差 就是他好像 就是都 每場比賽都不知道能不能打 但是偶爾來偶爾不來 所以這是 對於熱火來講 是比較不安定的因素 目前盤這樣看起來 是他會上 就是主力大部分都會上 可能就只有Lowry不上 其他應該都會上 對 好沒關係這個反正 總是多了一個變數嘛 所以 如果硬要比的話 七六人的變數是比較小 而且氣勢是比較好的 對 相較之下呢 熱火雖然在主場 可是他在變數上比較多 所以我們選擇的是七六人 對 這是第二場比賽 再來是第三場比賽 好這個 就沒有什麼太需要討論了 看到波特蘭托王者 我們就要他對面 我們今年 做了好多次 這個操作 老師帶你 帶信帶出 已經做了很多次了 好每一波都賺到錢 輸的輝郎隊呢 對上的通往者隊 輝郎隊要讓到12.5分 要到13分 大小分超高 232.5 好 這個 小偉應該就 沒有什麼好選的 就只選輝郎啦 畢人已經選 畢人已經選 那邊已經無辭到這種程度了 實在沒有理由挺下去 真的現在NBA球隊 沒有下線 真的沒有啊 完全不演也不裝 完全不會讓你有任何覺得他們會贏的機會 對 對 怎麼可以就是真的無辭到這種 三場比賽我們來看一下 慧郎隊 抱歉 脫王者隊在明星賽過後 所謂的下半季 他們目前三場比賽 這輸分完全是沒有羞恥心耶 離異廉恥的詞會被寫啊 九輸比拜三十二 我靠 輸了三十七分 這場比賽 都在主場 輸精快 我靠 輸了三十 32分 再來 又輸太陽 輸了三十分 哇 這個平均輸三十三分耶 而且太陽還有傷兵耶 太陽傷兵還不少 對 不可也沒打 這樣也可以輸三十分 天啊 然後呢 這樣比他們又是客場作戰 又去了 最近近況非常好的 明明蘇達灰狼隊的主場作戰 灰狼隊呢 事實上他在二月以來 打了十四場比賽 十勝四敗 有勝率呢 從二月份到三月份目前的 這十四場的話 是七十一點四 而且呢 他不是拿弱隊開刀 灰狼隊在最近的這十勝裡面 他們贏過誰 贏過勇士喔 贏過騎士喔 灰熊 然後呢 贏過金塊 甚至呢 如果回舟到一月的最後場比賽 在十五場比賽裡面 他們是要是贏了十一場 如果一月三十一號算進去的話 他們還贏了由他爵士 等於西區前面 因為剛好沒有打到太陽吧 但是西區前四種史 他其實都碰過一輪 對 都贏過一輪 那 基本上呢 最近勝分也都蠻高的 而且呢 這個 輝狼隊不曉得是不是 因為這個 T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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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s不好 是不是因為他拿了三分線冠軍 現在帶動全隊 現在全隊 我大家知道 原來輝狼隊現在是全NBA當中 三分線單場命中最多的 不是 不是 不是公牛隊也不是 也不是勇士 可能他把那個 三分線的獎盃放在休息室 手氣過給大家 每當比賽 會洋隊可以長軍投進 14.6個三分線 NBA最多 超多 所以最近贏的分數都 一狗票 他們的TIP 那幾個刷仔 都沒有在手軟 真的 真的 不知道是現在 合約快到了還是怎樣 應該是 看起來是 年輕人終身帶 看起來就是 對 就是在刷合約啊 就是在刷數據啊 就是 毛起來打耶 130幾分 然後 領先20分 繼續打 都沒有在手軟的 所以就是增添一點點 讓這麼高的信心啊 那 他們刷到什麼樣的程度呢 那天 有一個笑話 D'Angelo Russo 有一場 在前幾場比賽 Towns拿了39分 我幫你進行的 打什麼勇士嗎 好像是 打爆勇士 拿了39分 然後那場比賽呢 他說 Towns就不斷地要求 他說我們就不斷地 Feed him Feed him 就不斷餵他 餵他 他說當我們餵他 沒有食物的時候呢 我們連湯匙都給他吃 就說 連湯匙都給他吃 到底是多瘋狂要求 就是 一直要刷就對了 就不斷地要在要位 要刷分數 所以 這看起來 因為 12點 12點5分其實蠻多的 13分 可是對於一個沒有士氣的球隊 一個竟然就是 準備要彈的球隊 那種可能 早早就拉到20分 然後就一直保持在這樣 很有可能 就算是稍微安全的分數 很有可能 因為而且最近 當我們看到這個分差 其實 拖荒者隊防守很爛 可是這三場比賽啊 有一個重 剛好我們在畫面看到 三場比賽 拖荒者隊的分數 都沒有超過100分 最近他們有誰能打 我都喊不出什麼名字來了 Afferny Siemens Josh Hart 95 92跟90 三場比賽都只得到90分 所以 如果說你要大潮分來講的話 因為是230幾嘛 剛剛230幾嘛 對對對 所以代表說 灰龍隊得到140分耶 這還蠻有可能 才有可能 如果不熟 才有可能過盤耶 因為不然過盤 所以大小分很難下 原因是因為 雖然說他不防守 但他自己得不了的 就真的可能看起來 不給他得分 真的可能90分都不到 真的認真守 認真守 真的90分得不到 真的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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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他們想談嘛 對 沒關係我們就順水退之後好不好 受分體Easy money 就地板上有一個十塊錢銅板在那邊 把他撿起來放口袋 就是這個概念 好就這樣比賽 好那我們今天三場的 預測 最後總結一下 第一場比賽 國王隊 受讓7.5 第二場比賽 七六人隊 在主場 念演隊 基本上是平點 贏了就贏了 第三場比賽呢 是 拖荒者隊 在客場 對上的是 輝狼隊 主場呢12.5分 要贏13分 這是我跟小偉 今天三場比賽的推薦 好不好 再也還是那句老話啦 NBA看TSNA 聯手出擊顯神威 好好好 聯手出擊 好好好